昨天来调解的当事人是一对闪婚的小夫妻 叶女士被家人催婚催得很紧 所以她听到再婚的王先生的一番真情表白 就嫁了 我没有时间谈恋爱的 如果你愿意跟我过日子的话 要跟我先结婚再恋爱 我现在只想一心一意地搞事业 王先生是再婚又是异地 可是叶女士都不介意 短短一个月两人就同居了 再过一个月就去王先生的老家领证定居了 可很快叶女士就后悔了 因为婚后她就发现了丈夫情感外移的证据 有实锤有开房记录 也有那个女生跟她的微信聊天和短信聊天 面对质疑 王先生的回答有些让人吃惊 他告诉我们 他对妻子叶女士完全没有感情 就这个所谓的老婆 就是他 所谓的老婆 对 只是说他自己认同 还有法律上认同 我自己不认同 所有人都看得出 我对他没有一点感情 我只是说想大伙过日子而已 那他这纯粹就是骗婚 骗局 POA我 在婚姻中被这样对待 不少观察员都看不下去了 你知道你围系的是一段什么样的婚姻吗 第一步如果脚踏进一个坑里 我们不能第二步把自己送进深渊里 叶女士也想离婚 但在这之前 她要跟王先生算清几笔账 在我这边吃软饭 平白无故地转走了二十几万 请你还给我 那我们就共同债务也得背 你所说的共同债务是什么意思 两百多万 叶女士的姐姐曾经觉得王先生的为人不错 给两人签过线 可这时她只恨自己引狼入室 她有两百万的债务 这是第一次说出来的 她就是个名副其司的骗子 叶女士在财产上有几点要求 她首先谈到的是一套公寓 这是王先生结婚时赠予她的彩礼 离婚时理应归叶女士 可王先生却说 这可是她的婚前财产 跟叶女士没有任何关系 两人的财产纠纷能妥善解决吗 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节 被搭伙的婚姻下集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们的节目继续 我说我这么远嫁过来没有安全感 她说那你要什么样的安全感 也讲得很真诚 她说那这样吧 我名下正好买了一个小公寓 首付交了十万块钱 然后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 我把这个公寓过户到你名下 作为你的一个彩礼 对吧 你看这样安全感够不够 当时听起来是质地有声 她跟我说 她说要我给她一份保证 我说你想要什么保证 她也就不说 其实大家都是成年人 大家心里都明白 你无非就是想要钱 要房子 什么所谓的保证 当时她让我去了怡村之后 第一件事 下高铁第一件事 她就把我带到那个房子 所在的项目现场 售楼簿 去那边看房 19年的年底 可能11 2月份 去办好了更名手续 已经更名在我名下之后 我就立马也配合售楼簿 马上去做了按揭 这套房子是你名下的了 对 大概是从2020年的 三四月份左右 我目前一直都在还按揭 咱们对婚前财力 这个东西 大家都是认同的 不管是18万8 还是28万8 咱们中国就有这个传统 我们结婚的条件是 她把一个 十万块钱的公寓 作为财力 我跟她结婚 所以这个属于 我婚前个人财产的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所谓的这个彩礼 这个东西 我可以对天发誓 我至始至终 我从来不会去 说这个事情 大家都知道 彩礼这个东西 是父母给 而不是我给 就算要给出去 也是要从父母的手上给 而不是说从我手上给 关于这套公寓 是否是彩礼 对 你没有提过 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 彩礼二字 没有提过 最初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她一个女孩子 也不容易 是吧 我本来是想给她 但是为什么 后面我说 不愿意给了呢 我这个人是这样子 我给你 你可以要 但是你要懂得感恩 她一直都在强调 是这样子 这个房子是我的彩礼 就是我就觉得 你很无礼 刚刚我们现在 所有人都听到了 我当时给她 我现在不愿意给她 这是她的原话 我给她 你一个成年人 我给的她就是赠予 法律上的赠予 现在我突然反悔了 可以追回吗 我给你 你得赶这个恩 但是你别站着道德的制高点说 我理直气壮地要这套房子 而且实话实讲 这套房子 我出的这部分钱 没有你的什么功劳 那你认为 这个就是你的婚前财产 对 所以你觉得这套房子 不应该是她的 应该是你所有的 连婚后共同财产都不是吗 不是 这套公寓 是婚前王先生付的手付款 婚后过户到了叶女士的名下 并且一直由叶女士在还贷 她的归属该如何定性呢 两人仍有争议 除了公寓 叶女士又提出另一笔账 她在上海工作期间 是有积蓄的 婚后 王先生时不时地要求她转账 她没有在意 在今天离婚分财产时 她认真地算了算账 发现转给王先生的钱 竟然有23万之多 她之前承诺地说 我老婆只要负责 貌美如花 她负责赚钱养家 之前在上海就讲这种话 我老婆不需要工作的 爱不爱工作 你自己选择 到我到了那边之后 一直陆陆续在找我 从我这边转钱 就这一点感官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也没太计较 因为怎么讲 我们家从小 可能对钱这个概念 没有抓得很 救得很紧 我在上海工作了 有将近十年时间 我存下来存款 二十大几万 三十多万吧 在我这边吃软饭 平白无故地 转走了二十几万 请你还给我 要点点面 请你还给我 她所说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来说的话 我觉得让法院去裁判 她在我面前 还是我法律上的妻子 法院判的我要赔二十五万 我给二十五万 所以你就是想要诉讼法律 对 让法院来裁定这件事情 对 我可以证明 就是她所谓的二十五万 全部都是出自我的手 我给她的 然后她再给我 因为是这样子 我做生意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她相当于是我公司 类似于像财务这种 所以当时我客户 所转给我的钱 我全部转到她账上 她从到余生开始 吃的 用的 花的 都是用我的钱 哪怕就是正常的生活开支 她去消费 都是从我这边拿的钱 你从我这边转走了 二十几万 但是你转了多少钱给我 你也像我一样 把每一条转账记录列出来 我可以抵消掉 你转给我的钱 吃软饭 要有吃软饭的态度 我有两个姐姐 我的姐姐 包括我姐夫在内 会定期地转钱给我 所以在给我转账的同时 还有给她同时还转账 我的姐姐 这都是我转账记录的 王先生解释说 这二十多万是她先打给叶女士 有需要时再让她从那边支取的 等于是从她的左口袋到了右口袋 过了一遍叶女士的手 怎么就成了她的欠款呢 叶女士用到了吃软饭这样的词 来形容王先生 结婚前 王先生知道自己家境优渥 所以除了平日里的转钱 他还提过另外一个要求 那就是把姐姐家的一辆凯迪拉克 拿来开一开 我家的那辆凯迪拉克 是这位王先生主动提出来 你姐姐家不是两辆车吗 给一辆给到我们开 我家里人同意给到一辆 全新的凯迪拉克给她开 说我们娘家人在支持我们的婚姻 我这么远嫁过去 从这个时候 她就开始心里扭曲 开始打她的小九九了 在我们凯迪拉克 从南昌开往遗春的路上 她就说我要对外面讲 我开的是老婆家的车 我觉得好没面子的 这样子回去之后 我们跟所有人说 就说这辆车 是我自己买的爱手车好吗 然后我当时 我的世界里只有她 维护她一下 说是爱手车也无可厚非 无所谓了 我自己名下是有车的人 那为什么会借车呢 我给对天发誓 我从来没有说 去拿这辆凯迪拉克 当时问我们 去拿了辆凯迪拉克的时候 相当于干什么呢 就是给她挣面子一样的 相当于娘家人 给她撑腰一样的 OK 给我冲面子 我想请问 你在开我这辆凯迪拉克之前 你开的是什么车 你心里有数吧 你一定要爱手 卖了四万块钱的小福特 而且这辆车 拿来了之后 是谁在开 一直偷她在开 请问为什么 我娘家人给我冲面子 为什么要说 是你买的爱手车呢 我说这个话我说过 这个我真承认 年轻人嘛 会有点的这个爱慕虚荣 我承认这一点 我跟她领外结婚证 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二十几天 那个时候 她跟她的一帮朋友 组织要去一个自驾游 她反复多次地跟我强调 她说宝贝你放心 姐姐这辆车 我不会开去自驾游的 我就跟她商量 我说那我们出去自驾游 可能有半个月时间 这半个月时间 车子放在仪村 空车也是空车 姐姐这段时间 正好也没有车开了 那我们暂时 先把这辆车还回去 等我们自驾游结束 然后我们再开回仪村去 可以吗 后来她说 那行吧 后来跟她上了高速之后 一言不发 然后脸色特别凝重 我就觉得不对劲 再次问她怎么了 她跟我说 这样吧 你到了南昌之后呢 你就不用回来了 你到了南昌之后呢 我会借钱去买一辆宝马车 然后我们俩离婚 我当时懵得一头雾水 怎么了 没得商量 一定要离婚 我说我做错了什么 我一直哭着问她 我做错了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离婚 因为我这个人反应迟钝 可能思维也比较简单 没有想到是因为 她没有面子 还原事情 真假她跟我离婚的 真正原因是因为 她马上要去自驾游装逼 可是逼装不成呢 车子要还给我姐姐 她那个时候 纯粹就是因为 这辆车要跟我离婚 最后我跟她商量的结果 是变成了 她把我送去南昌 待几天 凯迪拉克还是被她 原路开回宜春去 所以我们也没离婚 因为凯迪拉克回来了 我们就不需要离婚了 叶女士认为 凯迪拉克事件 是很能够看清楚人品的 王先生有点虚荣败金 并不是一个踏实做事的人 所以在认清这件事之后 家人把凯迪拉克收回了 这辆车倒是没有什么争议 有争议的是因为凯迪拉克而起的 另外一辆车 牛皮她已经吹了 对所有人都说 这辆凯迪拉克 是她自己买的爱手车 现在怎么自己的车子 怎么会好端端突然没有了 她就要杀一个更大的谎来源 借款 首付款都是借来的 买了一辆宝马X3 我家里借了两万 这个人心机特别重 她因为经历过一次婚姻 她知道怎么样提前 去规避婚内的财产 她用了她妈妈名字买 她妈妈一个将近60岁左右的老太太 宝马X3 就属于我们夫妻共同财产 那我跟她离婚 这个夫妻共同财产 就要平均分割 叶女士提出 欠她父母的两万块购车款 王先生得还 宝马车虽然写在 王先生妈妈的名下 但是应该作为 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王先生听到后没有表态 只是提出 既然要分得清楚干净 她也有一笔钱 要拿出来算一算 非要说是共同财产 那我们就 共同债务也得非 你所说的共同债务 是什么意思 两百多万 怎么算出来的 我自己开了一个大的店 装修款 工程款 这些做生意 这些债务 你认为在你生意上 事业上来往的那些债务 它也要共同承担 虾编的东西太多了 听不下去 听到王先生突然提出了 两百万的债务 叶女士的姐姐决定再次出场 据她所知 这两百万的欠款 根本就是虾编的 我们的节目继续 她刚才说的 她有两百万的债务 这是第一次说出来的 她两百万的债务 是怎么来的 你两百万的债务 是用于我妹妹的吗 用于我妹妹的 或者我娘家 花了你一分钱吗 我娘家到现在 没喝过她一瓶水 她有两百万的债务 这个债务 她就是信口开河 编的 我妹妹一到她那里起 她刚刚说的 吃喝住都是用她的 她一个男人 说这样的话 好意思吗 我妹妹打 在那个上海工作的 那些积蓄 全部被她陆陆续续骗光 她不是一下 让我妹妹拿出二十多万 就是在 左右给她转点货款 又要转房租费 又是要店面 店租费 然后在我妹妹 转了二十多万者 因为她结婚 她是有个目的来的 她知道我娘家 她条件好 绝对比她条件好 她刚刚吹牛说 她怎么怎么样 她有什么什么公司 我跟你讲白了 就是一个皮包公司 对吧 吹牛公司 对吧 我们家人 属于那种比较传统的 就是觉得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我们就 发布她们 永远就好 因为我家里人 没有离婚的那种 陆陆续续中间 我和我妹夫 我有两个妹妹 和我那个大妹夫 经常也给她们 两个转钱 希望她们两个 把日子过好 我转账给她们 我有转账记录 可以看得到 我发红包 多少钱 在我那里拿货 签了我一单货款 不多 两千多 19年到现在 一直拖欠不还 到目前为止 她们认识交往以来 就是我们娘家 一直倒贴 但是她花了我们 这些钱 什么东西 她属于不承认的状态 包括我自己 一辆车 新车 我都借给她用 她说她领证 是迷迷糊糊领证的 为什么你借我车 用的时候 你不迷夫 你欠我的钱 不还不迷夫 作为姐姐 发生这么多事情以后 你希望他们两个人 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现在的话 等于说 这种人吧 人品现在已经 我没了解清楚了 这种人 那也是没有什么盼头了 狗改不了吃死 她那种本性也改不了 那这种人 就是好聚好散嘛 叶女士的姐姐 觉得娘家这边 一直在倒贴 给车给钱 最终没落这个好 所以她支持妹妹叶女士 该要的就得要回来 所以叶女士这边 除了公寓 其他的钱 她算了个总数 所有加起来 大概在25万左右 必须还给我 王先生这边就一句话 上法院 法院判的我要赔25万 我给25万 王先生强调 一切按法律来办 观察团中的律师邵家 便从法律层面 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公寓这个过户 其实发生在你们 婚姻存续期间 对 那么刚刚叶女士 一直对这套公寓 是下了一个定义的 你认为这是彩礼 对 那么在我们国家 对于彩礼它的一般的一个本质 实质是什么呢 其实彩礼啊 它往往是男女双方 男方为了和女方达成这样一个婚姻 缔结婚姻 然后在婚姻前 对于女方的一个赠予 但是你们这套公寓 发生的时间是在你们婚姻关系存续之后 所以在我看来 这套公寓是不属于彩礼性质的 它应该算是王先生对于叶女士的一个赠予 赠予 对于不动产来讲 赠予在什么情况下是生效的呢 是要在这套房子 也就是不动产 进行了一个更名 因为我们国家是以不动产的登记制度为主的 登记在谁的名下 那么这个房子的所有权 我们是认定是谁的 那么进行了更名之后 法律上面就以这个赠予是作为生效的 王先生 你是把这套公寓已经赠予给了叶女士 而且这个赠予行为已经完成了 你是不可以再撤销的 如果叶女士 她是跟你没有夫妻关系 那么这个产权就很好分割 赠予完了就是属于对方的了 但是你们之间又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 就是当时你们是夫妻 那么现在你们是在婚姻存续期间 你送给了叶女士 那么婚姻法 也就是现在的民法典 对于婚内的受赠予的财务的一个认定 也有规定 就是没有特殊的约定的话 一方接受的赠予的财务 应该要算作夫妻的共同财产 所以在我看来 我认为这套公寓是属于你们夫妻共同的 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这套公寓在你们婚内 还在继续的还贷 对 不论是叶女士还的还是王先生还的 都是属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在还 我的观点是认为这套公寓属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如果你们要离婚 是按照夫妻共同财产来分割 第二个就是那辆宝马车 宝马车是王先生付的首付款吗 都是我 是你付的 对不对 只不过写在你母亲的名下 对 首先我告诉你这个行为是不对的 因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你购买这样一个大宗的一个物品的话 你应该要取得你妻子的同意 因为这用的 虽然是用的你的钱 但是我刚刚说你们的钱已经混同了 已经属于你们夫妻共同财产了 那么写在你母亲名下 结合你母亲的年纪 可以看得出这辆车只是你的母亲代持而已 真正的所有人是你们夫妻二人 所以这辆车也是属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第三个就是叶女士提到的 你欠她的 你用她的银行卡转走的那些钱 她肯定是有转账记录的 因为数字那么清楚 那么你说是因为她掌握了你公司的一个资金 有进账 所以你才转出 对吧 那么你如果说一旦到了法庭 到时候要拿出你的进账的凭证 然后进行一个数字的一个比较 然后再来看到底你从她的账上转了多少钱 第四个方面就是一个夫妻共同债务 你刚刚提了一个两百万的金额 刚刚叶女士也说第一次听到 对 那么我们国家现在的民法典 也里面有明确的一个规定 就是如果是基于夫妻双方共同的一个意思 进行的一个借款 有夫妻共同的一个签字 或者说夫妻一方没有签字 但是事后追认了 她认可了 那么这就算夫妻共同债务 如果离婚双方要共同来承担 但是很明显 你说这个两百万 肯定叶女士是没有签过字的 她也肯定不承认的 那么如果说 没有一方的签字以及追认 如果这个金额是在家庭 共同生活的一个范围内 金额不是那么大 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话 那么是由双方共同来承担的 但如果这个金额太大 超过了日常生活的一个标准 那么就需要债权人 比如债权人也要找叶女士来还这笔钱 那需要债权人她来举证 而不是叶女士来举证 我不知道这笔钱 因为她没有签过字 所以那两百万是需要有证据提供出来的 才能够算在叶女士的手上 可以 对 好 如果这两百万的债务没有 这是你无中生有 或者说制造出来的 或者是制造出来的 那么你就涉及到了伪造债务 隐匿夫妻共同财产 我知道 如果你有这样的行为 叶女士在离婚的时候 她可以主张你不分财产 或者少分财产 女方 你就是一个被宠坏的小女孩 你不知道世间美好 或者说善良 或者说是丑陋 这些东西你都不知道 因为你被保护得太好了 你的家人总是把你放在温室里 然后呢给你钱花 给你很好的生活水平 让你没有办法去接触外面的世界 并没有让你学会去保护自己 并没有让你学会去如何分析人性 而南方我也想说到的是 你身上其实真的是有一种 完事不公的一种轻浮感 我很奇怪 你为什么会如此的放荡不羁 我觉得是因为你们的个人没有成长 你们放弃了去提升自己的机会 你们沉浸于你们自己 各自的小小的世界当中 怎么样去算自己的得失 怎么样去观察对方的这种行为 婚姻是需要去了解的 婚姻也是需要去探索的 而不是说这个婚姻很好 你们就一直很好 而是因为我得去为这段婚姻 为这段感情 我去学习去提升 第二点 有些时候我们要学会及时的止损 而不是越陷越深 而不是把这个仇恨越拉越大 从你们两个人的矛盾 升级到两个家庭的矛盾 然后呢 一地几毛 这不是一个成年人应该有的做法 而第三点 我想对很多的电视机前的 很多的年轻的男孩女孩说的 可能你们可能刚刚进入社会 你有可能刚刚的谈恋爱 了解异性 你有可能是刚刚的去接触婚姻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一见钟情 但是我们不能一无所知 我们可以为爱舍弃一切 但是我们真的是不可以 毫无底线和尊严 因为爱情是平等的 婚姻是平等的 两性是平等的 婚姻同样也是需要我们认真的 去看待的 今天女方反复提到了四个字 你说男方总是给我做心理建设 在上海的时候和你说 结婚前你负责貌美如花 我负责挣钱养家 我们可以感受到 你的内心的确挺空的 你看你上面有两个姐姐 在物质上你是不愁吃不愁穿的 是家里面最小的一个小女儿 都很宠你爱你 姐姐姐夫们 他们的生意也做得挺好 父母也是做生意的 前面你说了你们家一年的流水都是四千万 在物质上你是不愁吃不愁穿的 你都已经这么大了 你说在你结婚前二十多岁的人 父母姐姐还要给你转账 所以你的内心很空 你需要一个人 甚至是一个男人 来给你做情感的建设 当王先生和你说了这些 是承诺也好 是他的一种表达也好 你都迅速的信以为真了 因为你太需要有人给你这个 内心的一个空壳 给你装上那些浪漫的 幻想的美好的 因为你是空的 这一点你真的要去 去想一想 为什么会 走到现在这一步 那么刚才王先生也说 其实对叶女士 我是没有感情的 一丁点都没有 我和她在一起 我和她结婚 我打针都是迷糊的 我和她结婚 不过是搭伙过日子 不仅仅是一种自私 我觉得也是一种自伤 伤害的伤 你觉得好像你震到了 你觉得好像 你骗到她 其实你也伤害了自己 一路走到现在 难道你没有被伤害吗 但是这一切都是 自己造成的 真的很想对电视机前的 长辈们和父母们说一句 不要催婚 打正虚慎重 家长勿催婚 叶女士呢 你不缺的东西 不要去整 你首先说 你娘家的家庭条件 原生家庭的家庭经济条件 相当的好 你个人在经济方面 是有各种保障的 在离婚这件事情上 你的表现是什么 你一二三四五 几万 几千 但凡你能提到的 就几千块钱 都不放过 你把这些细细碎碎的钱 什么几千几百的钱 我都要回来 你就平衡了 她就没有欺负你了 然后你给她贴了各种标签 就是个骗子 就是个人渣 就是个什么包装自己 就是等等等等 你说了她种种 要是我啊 如果放我身上 这种男人 我钱我都不要 声色不动 我拎包 立刻马上 有多快 有多快的 我就走人 我很认可老师说的这么一句话 既然你家庭这么优秀 你干嘛在乎这十万二十万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正确的 你就听出这句了 而且其次 老师你先听我讲完啊 当然要了 为什么不要啊 我提醒她这句话的意思 不是不让她要 我是提醒她搞清楚 自己人生究竟要什么 而你也没有真正听明白 我这句话的意思 我这句话的前提是 如果你真的那么渣 跟你有什么好纠缠的 然后你还 还有个价值观就是 成人嘛 谈安全感 啥意思 明说呀 不就是要钱嘛 对 她要你也给 所以你直接有个允诺 十万的公寓问题 所以你的价值观里边 你对待女人的安全感 就是拿钱去解决的 没错 也就是说你跟女人 但凡谈到搭伙的时候 直接就谈钱的 对 请问你有多少资本谈钱啊 如果你一直认为 你的人生婚姻 要靠谈钱来解决问题 那你只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 你去拼命赚足够的钱 让你有资格 可以谈钱来解决问题 第二 就从此不要谈大货 不要谈婚姻 调解员李金平提醒叶女士 在财产分割的问题上纠缠下去 她恐怕会得不偿失 一进密室 叶女士向观察员无敬坦言 这段时间以来 她的状态其实很不好 经常疑神疑鬼的 半夜会听到水滴声 快刀斩乱吗 我家里人其实之前说过好多次 要不然就不要了 就是她这种态度 伤我伤得这么深 OK把我们家忍麻了 就好 一分钱都不让 我知道你心里是不服吗 对 我就是要给你顶个这个气嘛 对 就是这个 但是很多东西 伤人伤己 离婚时置气 从长久看毫无意义 冷静下来的叶女士 也慢慢看开了 她提出 那套公寓的归属 她愿意按照律师邵家的建议来办 这个公寓是我 是可能要跟她分 也可能是我一个人的 然后车子要 跟她一定是对半分的 我是非过错方 同时也是女方 可能在判的时候 我的比例略高一点 我也知道 在财产分割上 叶女士愿意以法理为基础 场上律师邵家 正在批评王先生的婚姻态度 认为这是她不负责任的表现 人家的确是因为 对你有感情 或者说是有冲击 你说认识十几天 你有啥感情 因为她所说的 她的经济条件 真的没有你们 这么说的这么好 差到就是相当于 领低保的人 而且据我所知 好 你就说她图你钱 她图论 图论你多少钱 一套十万块钱的公寓 律师邵家建议王先生放下偏见 妥善解决财产争议 对于家中的新车 王先生坚持不松口 她一再表明 这辆车就是属于母亲的 而且有贷款记录为证 律师邵家判断 这个消息如果属实 确实有可能 是王先生母亲所有的 不能作为夫妻财产进行分配 她把这个新的情况 告诉了叶女士 因为她那辆车的车贷 是她妈妈用 她妈妈的房子底下贷款 那被认定为 是她妈妈的 个人财产的可能性 就会很大 就因为她的年龄断在那边 还是说她编出来的 我只是让你心里 有这样一个 提前有一个预期 叶女士对王先生的说辞 很怀疑 观察员吴静也在场上 跟王先生交流意见 她提出了一个 折中的解决方案 把房子归她 车归你 然后你再支付 你的条件是什么 你说 就是怎么说呢 我接受法律所有的排判 对于叶女士主张的25万 她也指认购车欠款和货款 大约是2万多块 其他的23万 还是那句话 交由法院判决 她陪同我去法院 该是我的就给我 密室结束之后 两人最终 能商量出一致的意见吗 之前剑拔弩张的两人 回到场上 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密室回来 我们来看看 两位当事人的决定 孩子在反省自己的人生 首先一开始就是 对于婚姻太草率了 不能因为外界的压力 或者自己内心的压力 然后草率地做了 为结婚而结婚的 这样的草率举动 第二个原因就是 自己给自己套了太多 婚姻的那种枷锁 我最后还特别想问一个问题 你觉得王先生是那种 真的是被你定义死了的一个人渣的人 还是说你们之间 其实在互动的过程当中 存在价值观冲突和混乱的问题 虽然说我草率做结婚这个决定 但是这个决定的前提 是因为我当时确实认可他 所以我承认他曾经有过美好的一面 但是后来他被自己的一些物欲也好 被自己的一些虚荣心也好 或者被一些诱惑也好 慢慢就迷失了自我 要学会客观地看待一个人 而不是单纯地以道德标签式的方式 来给一个人下结论 这样你今后再有伴侣的时候 你才能学会跟他好好相处 王先生 经历过这么多吧 我相信自己也需要反思一下自己的人生 在对他的这一段相处当中 有好有坏 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其实我真心好想说一句 真的很累 你说句真心话 叶女士真的有你说得那么差吗 还是说 其实并没有 如果你真的是真诚的 放弃自己人生虚荣 懂这些包袱的时候 就是那种很真心地来跟他经营婚姻的话 你觉得他是不是一个可以经营好婚姻的对象 是 学会客观地看待彼此 学会客观地看待彼此 不用特别矛盾的非和谐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学会精灵关系 如果这些都懂了今天的条件 那就有意义了 那你们其他的曾经作为诉求的这个经济纠纷 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 其实我最想就是希望这位女士能够和我一起去反应和平地去解决这些问题 法律所裁判的所有的结果 我都认同 我都认可 叶女士 这样可以吧 好 希望我们在依法谈钱的时候 能够重塑我们应该有的感情 重建我们应该有的人品 王先生在调解的过程中 总是说他不重视婚姻 只想找个人搭伙过日子 可是他最后也说自己很累 陷入感情的泥潭 经济的纠纷 让他精疲力尽了 他应该明白 真心是婚姻中最不能缺少的东西 搭伙婚姻 看似随性 却是对自己和他人都极其不负责任的态度 最终只能自食苦果 而叶女士也应该明白 走进一段婚姻的先决条件 不是甜言蜜语 而是是否能够看到对方的真心 希望双方都能以此为成长的起点 未来收获幸福的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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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